朱元璋为何杀戮功臣,实为宝皇孙皇位? 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帝王,对于功臣的态度大不相同,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在位期间大肆杀戮功臣,这趁但是朱元璋真的是生性残忍容不下功臣们吗? 若考究史诗朱元璋对功臣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严酷他对功臣的杀戮,是政治情势变化所致,并不是心理变态,而是政治角度的理性抉择朱元璋从功臣们被诛杀的时间点来看,几乎都发生在洪武二十三年之后此前去世的功臣,几乎都是善终包括徐达,长玉春,李文忠等昭明的开国大将, 在内削达洪武二十三年发生了第一次对功臣的大批杀戮,但这是因为韩国公里擅长等人曾支持丞相胡维用谋反被曝光属于正常办,但没有涉入此事的功臣,安然无恙,真正毫无理由的全面杀戮功臣发生于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后的四年间,这一时期发生了昭明的兰狱案, 以梁国公兰玉太国公长生为首的功臣集团被集体诸杀不久于兰玉案,无直接关系的仲臣颖国公富有德宋国公逢圣也遭自死兰玉,从这一情形看来大杀功臣,并非朱元璋原本的打算而是朱标突然,却是导致的紧急处置方案,太子朱标与长家是殷亲关系的国公, 长玉春的女儿是太子郑妃,梁国公兰玉是长玉春七弟以兰玉,长生为首的功臣集团,原本是太子朱标的班底,如果朱标顺利即位的话会帮助,朱标掌控政局但朱标去世后政治情势大变新上位的皇太尊朱宇文十分年, 清缺乏威望也没有政治手腕朱标章,并不相信他能震撼兰,长一系功臣更糟糕的是朱标文,并非太子妃常使所处。 与兰,长没有血缘关系而太子妃常使还生有嫡次子朱标亨,如果朱标文即位兰,长很可能拥护朱标文造反,将年轻的朱标亨,作为傀儡掌握政权朱标让对此是无法容忍的朱标文在兰,长系功臣集体灭亡后,与其他藩王,有殷亲关系的重臣,就成了朱标文的主要威胁。 尹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宇兰,长无官却也被赐死。